感覺真的很像夢 今天來讓我就是信心的感覺 想要試看看自己能跑到多少的成績 我有兩個小孩 然後小孩子很小 小的才兩歲 在帶小孩的時候 工作以外的時間 我能夠想到就是跑步 是一個最快能夠 自己馬上鞋子穿著就跑的 因為有工作上的關係 那我希望就是我在跑步的當中 我的體力被足了 那我臨床上的工作的話 也可以就是可以應付 我帶過四張朋友考拳 然後也是在四小時內 那他之後也跟我講說 他想要挑戰波嘛 希望來參加這個訓練營的話 可以讓自己的跑步更精進 然後也幫助他完成這個夢想 在我們的速度訓練 或耐力訓練的時候 你才可以完善地達到 我們自己的要求和進步 其實我以前跑步都 沒有參加任何的專業訓練 就是跟著好朋友去跑 在SportLito是針對 想要自我突破的一些市民跑者 他們在自己工作以外 他們對於跑步 有自我渴望突破的一個勇氣 你想要跑步 然後放棄的一些娛樂行為 你就要放棄 希望這十六都可以好好吃完這菜單 加入這個專業訓練 看自己可以變強 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在工作上面 或者在人生的很多的 碰到很多的事情 看看自己可以突破到什麼樣的程度 在十六週裡面 我相信他們也可以了解到他們 從一剛開始到 我們要站在旗袍線這個過程的一個成長 給自己正面的思考能力 然後要相信自己 告訴自己一定可以的 完成目標 在十六週之後 我希望就是在年底 再進入一次百節 然後又達到我的目標 310 我希望我能夠跑出就是 三個小時 35分 這樣子的目標成績 對 然後我會加油 希望我可以達到 Ela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